所以加上的就是,我们遗憾的就是,当回教党提出这样的个题,为加强不声骂回教党,是来骂我们。 那个,我要提醒他,那个guide line是在2018年出的。 所以那个2018年,当时是谁做政府,2018年3月29号出的那个guide line,当时是谁,谁是做回教部长。 所以明天我需要去内阁,要告诉内阁,这个指南应该是要修改。 这个指南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限制,对于华小最少。 因为国小,我们知道,国小不可能有啤酒公司去赞助吗? 加上华小有包括这个工艺金,工艺金的这个款项是来自大马彩的。 所以这个是,这个国产业跟这个啤酒公司,赞助华小。 这个是,过去几十年来都是一个常态来的。 也没有什么说,我们要鼓励赌博或者鼓励这个啤酒。 但是,片上华社都接受了。 所以一如来都不是一个个题,为什么现在要做一个限制? 这个指南,虽然是2018年,但是从来也不是一个没有人去根据这个指南吗? 华教一眼,啤酒公司赞助,过去几年都有吗? 2018年到现在都有的吗? 但是这个指南,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个指南。 老实际,昨天因为有这个课题,教育部回应,说叫小学校, 根据这个指南,这个指南是在2018年出的,3月29号出的,我们也不知道有这个指南。 所以明天我要去内阁解释,这个指南其实是不设计。 因为华小肯定需要这个华教一眼来帮助的。 所以这个目色,一如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吗? 为什么现在这个胡椒党什么都要打来都可以? 这个是回教党提出来的一个课题,所以我们说这个几十年来都是这样,没有问题的,都没有造成一个课题,也从来没有人去调及这个课题。 这两年,我做部长也出席很多这样的活动,最近在整华二校中,也是台客的一眼,我也出席,我也代表,我是部长的身份,出席这个活动也没有问题的,有什么问题? 我们一路来都认为,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个情况,很多这个华小都需要筹管,需要筹管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。 所以每一年,最少有十场这样的华教一眼,所以一路以来都不成一个课题的,到这个,因为有一个马来的副部长出席那个活动,所以回教党就拿来攻击他。 所以攻击他为什么,他出席一个米酒公司的活动,他是一个,其实他的选区是棒的,包括有很多华社华语选民,他去出席一个华教的活动,他给拨款,这个是他批行他分为国务员的责任的,有什么错? 所以,但是回教党什么东西都拿来做客机,所以今天的回教党跟以前我们老族的回教党完全是两回事,2009年,我们在森林安州有一个普选,当时令安西斯都有来,那个安西斯去到一个华人神庙,就是一个晚宴,都有喝酒的,他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啊,所以以前回教党的态度就是说,你们喝酒是你的权利。 为什么现在什么东西都要变成一个,一个课题,连有一个啤酒公司的这个,这个robot,也变成一个课题,所以